好了,我們為什麼要提這件事呢? 因為在鄉的發展過程中是引入了村代表 今天我們知道村代表選舉是政府選舉工程的其中一項 但村代表其實是扮演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在以前透過選舉,在鄉裡面有沒有得選的呢? 在鄉裡面有什麼組織是最重要的呢? 這個你先賣個關子,在鄉的層面 好了,我們今天打漏了一隻字 在鄉和虛中間有一個叫做藥的,聽過沒有? 鄉藥鄉藥,鄉藥,鄉藥 因為藥字其實是代表著鄉和鄉之間的關係 大家看到八鄉,十八鄉,這裡面大家有個鄉藥的 在大埔,如果講遠一點的,大埔七藥 藥,根據蕭教授說是鄉和鄉之間互相的一個結盟 而這個結盟呢,一方面就是包括什麼呢? 就是包括保護自己的那個田地 以及以耕種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是水源 那條河,那條河,那條河,那條河 那條河,那條河,那條河,那條河 那條河,那條河,那條河 其實是相差很遠的 大家都知道,如果有留意的話 其實每條村呢,都起碼要有一個井的 是吧? 那,以新亞西為例,吉慶為有井,太空為有井 那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居民的生活,那個來源 同樣地,在田地方面,你有水,然後才有種田 是吧? 好了,但是同樣地,村和村之間的關係 除了是弱之外呢 其實,很特別的,在新亞西呢 是有一種什麼呢? 是宗教的一種的關係入面 是吧?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呢 金錢維是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天主教有關係 好了,那為什麼天主教會去到 在1920年代,會去到金錢維這個地方呢? 就是因為他們呢,是由這個大埔發展出來的 為什麼呢? 天主教第一個,下來香港,下來新界宣道的是什麼呢? 是大埔 為什麼呢? 因為大埔當時是新界地方的一個交通的中心 所以他就去大埔了 由大埔去到什麼呢? 今天的長寶村 長寶村,然後再發展到金錢維 那當然呢,他在金錢維那裡呢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發展 因為有一個歷史故事在後面 是吧? 我們上一次呢,如果走過那個金錢維都知道了 是吧? 因為呢,金錢維的父老呢 其中一個人,就是把政府給他千尊的錢呢 就不知怎麼樣呢? 就沒有了,是吧? 於是呢,那些人呢,沒有著落之下呢 就要求助天主教 那天主教呢,就是什麼呢? 當時有一個叫歐雄慈神父 那這個歐雄慈神父呢 就是當時呢 是元朗地方的一個呢 是主管這個呢 是羨慕的神父來的 好啦,那如果大家呢 於是就幫他啦 幫他手,就是籌錢 就是建了一條金錢維這條村 那當時怎樣籌錢呢? 就是由教廷出錢 然後呢,就由教廷做一個案 就是天主,香港的天主教呢 做一個擔保,就借錢給那些村民 那些村民呢,就怎樣呢? 就是有錢的時候就熟回 和教廷熟回那些村 就是那一塊屋,就會歸自己的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 今天就看一間屋,是未熟的 哪間屋啊? 那個呢,今天我們叫做熊慈堂 就是天主教的 為什麼呢? 不是那些村民不想熟 而是都找不到那個 那個屋主是誰 怎麼可以走出來熟呢? 好啦,這個 好啦,天主教的關係 由這個是金錢維去到長寶村 這個是宗教上面的聯繫 但是,村和村之間呢 其實都有交往 因為,如果大家知道 在新界西來講 最大的,或者最有勢力的 那個宗族就是鄧氏啊 是吧? 好啦,那村和村之間 要互相合作 然後才能夠呢 作為一種什麼呢? 是防禦性 就是不要被人欺負,是吧? 好啦,那如果我們有留意的話 其實在附近有一條村叫懸江村 那麼,吳家村和懸江村的關係呢 是特別好的 好成怎樣呢? 我們今次在歷史上 在這個建築物上面看到 懸江村的樓牌都是哪一個送的? 吳家村送的 這個就可以見到當地那個的情況 好啦,為什麼會這樣的情況呢?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吳家村是一條後起的村 是一個印尼華僑叫吳旭青 是1932年這段時間呢 來到這個香港買地 然後呢,建村 好啦,那,而懸江村呢 是懸居民村喔 那所以,他來到的時候 當然要找過 有些地位的人 依靠一下啦 那所以這個就造成了 村和村之間的關係 好啦,講到藥 代表著村和村之間的一些表現 但是,同樣地 如果我們看回 在港英政府年代呢 他的藥字有另一個意思的 除了是鄉藥之外呢 不知道大家最近呢 不是最近 應該是幾年前呢 在這個大嶼山 有一間官校 倒閉 於是呢 就有一個呢 有一個呢 荒島校長呢 就走出來 就說我要了他 這樣 於是搞了一個軒然大波 那間的中學叫什麼? 藍藥 沒錯 有藍藥也有北藥啊 是不是啊 那北藥不是歐洲那個啦 是不是啊 那北藥是代表什麼地方? 北區是什麼地方? 北區是在大埔去到上水 那這個就是北藥了 行不行? 藍藥 藍藥是指什麼呢? 以前呢 包括荃灣的 好了 但是因為呢 後來呢 荃灣要發展這個新市鎮 於是呢 就將荃灣擴掣出來 好了 除了在南藥之外 還有北藥 還有一個呢 元朗藥喔 為什麼元朗 突然呢 會有一個呢 是獨特的地位呢? 因為在元朗來講 他的那個中族的勢力 是相對來講 是強很多 好了 中族勢力強 於是呢 今天我們見到 甚至是 屯門啊 其實以前都是歸元朗藥管的 什麼時候才畫出來啊? 1965年 港英政府開始 咦? 要發展元朗作為新市鎮 如果我們見到元朗成為新市鎮 屯門成為新市鎮 是1980多年年代 但是已經早十幾年 就已經開始有一個計劃 就將它呢 在元朗藥裡畫出來 當時叫做青山 青山就做了一個李文虎出來 以前叫李文虎 現在叫做民政事務處 這樣就叫做什麼呢? 叫做青山的 一個呢 是李文虎 好了 後來去到1972年之後呢 將它慢慢變為呢 是屯門了 這個一個過程就見到就是說 政府大動之下 出現了的一個呢 是讓統 即是一個呢 是定一個意義了 好了 那 有約 一個村 為什麼會有 會輕盛呢? 那其實 古往今來 都是一樣的 李嘉誠發達 以什麼呢? 賺最大錢 李嘉誠 啊? 地產 沒錯 以前都有地產的 是吧? 以前的地產項目是什麼呢? 就是虛了 是吧? 如果大家有走過 有沒有朋友呢 是走過元朗舊虛啊? 有啦 是吧? 如果元朗舊虛呢 我們今天當是股物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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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深一層呢 這個是鄧氏的地產項目來的 是吧? 好了 怎麼搞一個地產項目呢? 第一樣東西一定要關門路 這個關門路是什麼呢? 搞個虛一定要搞個什麼呢? 蛤? 不是 那個虛是個地產項目來的 那你要搞個虛一定要搞一個好 搞一個東西去集人的嘛 是吧? 廟 沒錯了 廟很重要了 是吧? 搞個廟出來 然後才可以集到人 好了 尤其是廟呢 有個很特殊的地方 有特殊的功能是什麼呢? 香港的村是單城村 但是不是所有村都是單城村 有些村是多城村 那你在一條村裡面 或者在一個地方裡面 你要集成這麼多 這麼多聖事的人走在一起 團結一起的 除了是靠自己的祖先之外 第二樣靠什麼? 是的 還有一個拜神啦 是吧? 拜神求福 是不是? 大家都喜歡啦 那所以廟呢 一定要有 所以在那個廟裡面 如果大家要看大黃古廟裡面 裡面有個碑 那個碑裡面 說到大家有些糾紛 有些糾紛 究竟那個工程是怎樣 怎樣稱法 那個官就下一個命令下來 好了 要這樣稱就這樣稱 於是這個碑就放在哪裡? 放在一個廟那裡 為什麼? 因為人都會看 所以呢 以前呢 就在一個廟 於是有地產項目叫做虛 但是 去到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這個符咒就不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元朗舊虛 大家去過了 是不是? 元朗舊虛其實是 以一個地形上的改變了 元朗舊虛為什麼會這麼繁盛? 大家聽不懂 為什麼元朗舊虛這麼繁盛? 蛤? 有旅館 有旅館?不是 一定是做生意的 虛 繁盛一定是做生意 現在我們看不到 因為填了 原來元朗舊虛呢 之前呢 是有一個 有一個沖的 元朗沖 有一個碼頭的 即是運貨 是的 是不是水貨 不知道 但是一定是運貨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元朗那裏 下一個是水道 然後呢 就可以出到哪裏? 後漢灣 後漢灣 沒錯 不單止是元朗 元朗舊虛是這樣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過夏村 夏村都是這樣的 大家去圖書館呢 可以寫一本書 一個外國人寫的 他叫Watson 他花了幾年時間 在元朗夏村那裏去住 然後呢 就收集了一些資料 就是夏村為什麼呢 在當時來說 是一個這麼強盛的村 就是因為他做這個貿易 其實我們看到呢 如果在整個新界的發展來講 除了是我們東北角的沙頭角 去到這個呢 是深圳河下游的後漢灣那裏 其實都是一個貿易發展 一個貿易區來的 只不過是因為 滄海桑田填了 現在我們不覺得 但是如果我們呢 再看一些舊的遺跡的時候呢 發覺其實是有一些 蛛絲馬跡的 行不行 好了 那就去吧 那好了去 那原來現在最旺的那條街 大馬路呢 那也都是稱為新虛呢 大家有沒有走過新虛呢 走過新虛呢 開哪條街 蛤 大馬路呢 大馬路呢 在哪裏開出來 沒錯 對 青山公路呢 就真的呢 在這個呢 新界那裏開出來呢 這個 深水埗 長沙灣 但是原來呢 青山公路一號呢 就是一間叫做珍珠樓 珍珠樓 大家不知道在哪裏 大家知道家東廣場 知不知道在哪裏 家東廣場 對面的幾座是很矮的 三層左右的一些樓房 那裏就是青山公路一號 說明什麽呢 青山公路是由元朗開始 向南起下去的 行不行 好了 那裏也是什麽呢 那裏呢 是元朗新虛 元朗新虛有另一個特點 我們看到谷亭街 太長街這些 有機會呢 走到太長街 你會發現還有一些很矮的樓 好三層 好 其實是英式的一些建築物來的 那我們翻查過紀錄呢 它沒有DD number的 這些是很早期的一些樓來的 好了 在元朗呢 在元朗舊虛 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什麽呢 元朗舊虛呢 引入了英國人的管治方式 當時元朗舊虛那個人呢 就叫鄧文為姓鄧的 不要兇死的 那你在旁邊開個新虛的話 你用回整個廟喔 是不是呢 一定跟你不一樣啦 於是呢 用了新的方式 元朗的新虛是由呢 八鄉等鄉的父老一起合治的 那它用了什麽新的方式呢 就是它不再靠那個廟去管理那個虛了 而是靠什麽呢 遊閒共事 所以這個是新的模式引入了虛 所以今天呢 你看到呢 元朗旺的地方是什麽呢 是新虛一帶 是吧 這是一個基礎 其實呢 元朗的新虛和上水的石狐虛 都是呢 都是呢 兩個呢 是很繁盛的虛 但是為什麽石狐虛 好像 好像都不及新虛 不及元朗那麽大 為什麽呀 你有沒有去過石狐虛呀 你這裏 你這裏 搭幾元車 不是幾元 搭十三個多人錢車呢 就搭270A 那麽就可以去到呢 是 這個是 上水 這個是石狐虛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 石狐虛曾經燒過 一燒 燒過之後呢 你再要再重新興呢 基本上呢 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來的 好了 那麽就說完虛了 跟著說市了 市呢 在香港的新界歷史裏面呢 市扮演的角色呢 不是很強的 市 有幾多個市呢 新界 如果說新界是西 夏川市 沒有去過呀 夏川市呢 很特別的 有個 有個是類似城牆這樣圍著它的 那一個呢 比較完整的市 錦田也有個市的 但是錦田這個市呢 已經是十分之 是 參差了 見不到有任何的痕跡 只有一間學校在這裡 那間叫做 蒙養學校 好了 跟著 就是一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 平山市 平山市呢 這個已經棄置了 已經不見了 所以 市 不是一個很強的概念 好了 跟著鎮 鎮 鎮在香港來說呢 就是新市鎮 一個很新的概念 這裏不詳細講了 我們可以講到幾個小時 講到四點前 是吧 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是很危險的事情 告訴大家 那是什麼呢 就是 究竟鄉的 鄉村組織是怎樣的 我們講鄉村組織這個層面 大家分不分到 祖 唐 私利 直利 什麼叫做祖 祖和唐呢 如果在香港今天的定義來看 其實祖和唐呢 都是負責管理祖先為留下來的土地 幾個機構 但是有改名的 不同名的 一個祖一個唐 為什麼 原來有分別的 不講不知道 原來你當世那個人 已經是分了出來 就叫做唐 你掛了之後 後世子孫幫你去組織的 就叫做祖 就是這樣分的 當世和離世 這樣分法 那房呢 我們講一下 什麼房什麼房什麼房 那個是跟什麼的 跟兄弟 那個是家族組織來的 那個房 那個房和唐有沒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 有什麼關係 我們說過 那個祖也好 唐也好 其實是個組織來的 那個組織裡面 都有一些人做事的 對不對 好了 後面那個 司理和直理 司理等於董事 理論上 每一房的人 都要呢 是把一個司理出來 好了 直理是什麼呢 直理呢 是一個叫做常務董事 做事的 好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我們一講到 唐的話 一定提到什麼呢 土地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在新界來講 早先傳下來的土地 可不可以賣 譬如說 政府收地了 可不可以賣 可以 咦 自黨都可以賣 蛤 自黨都可以賣 自黨都可以賣 蛤 蛤 很多 很多官司就是這裡出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呢 我們管理新界地方的 的法例呢 其實 是一個叫做新界條例 大家知道 其實新界條例裡面呢 有一個字呢 其實是十分之重要 但是呢 有很不清晰的字 就叫做什麼呢 叫做 中國傳統習俗 什麼來的 英國人 講中國傳統習俗 他憑什麼去說呢 即他要處理這件事了 他怎麼做呢 因為 英國人 出席了 新界之後 為了要安撫抗英運動 遺留下來的問題 於是呢 就是 立馬的條例就是 尊重 這個是新界的傳統習俗 但是不要小看這四個字 是有凌駕性的 凌駕性是什麼呢 所有條例 如果一碰到這件事呢 就立刻以傳統習俗先的 所以去到基本法時候 今天都有提到 是不是 基本法裡面保障了 我原居民的傳統權益 是不是 拍到今天了 是不是 如果大家有丁權就發達了 是不是 如果是這個原居民 又很開心 是不是 因為現在 很多新發展區 哇 那些屋 那些平房區 本來呢 五年前是兩千元一個月的 現在租到六千元一個月 那你不用做 你都可以有六千元一個月收的 這幾隻 是吧 這個就是為了下來的問題 好了 新界傳統習俗這一個的概念 其實呢 引起很多紛爭的 池塘地可不可以賣呢 池塘所擁有的地可不可以賣呢 可以 但是呢 它怎麼賣法呢 那樣 英國人 在最近 即是回歸之後 香港法庭的判決呢 其實 賣了的地不可以分的 那些錢不能分的 都是給什麼呢 都是給一個祠堂的 即是一個祖堂的 那所以曾經呢 有一條村 我不說哪條村啦 那有一個人呢 就走出來說 喂 賣 有一筆錢喔 政府補了一筆錢給他喔 因為賣地 於是不如分給那些族內兄弟呢 那樣 於是呢 就 已經談好了的了 那幾個 真是 直理、私理都談好了 不是 直理都談好了 私理都談不成 為什麼呢 因為怎麼分錢呢 原來呢 那裡呢 那一堂裡面有五房人 五房人裡面呢 有呢 差不多是兩三百個 即是那些註冊的 所謂子弟 但是原來 某一房呢 是佔六十百分之以上 那就是人數最多的 於是呢 大家談不成數了 喂 那些錢 是計人頭計呢 因為以房計呢 那樣 哇 有些房的 只有五六個人 那如果五六個人 哇 代表的位置很正的喔 如果你跟房計的話 是不是呢 但是人頭計的話呢 那邊的人呢 就數了 所以呢 又有衝突了 這個衝突怎麼搞呢 最後鬧上法庭 因為談不成數嘛 好了 那法庭呢 就按照 很特別的 如果大家不說不知 就是 法庭是拿回 在這個解放前 即是新中國支持 民國政府年代的一些 對新界傳統 習俗的定義 作為什麼呢 作為他那個的 解釋的 兩個 他引用了兩個 第一個是 文國時候的 原來民國時候 即是 北洋政府時代 最高法院叫做什麼院呢 叫做 大 理院 這個是在解釋 那個什麼呢 法律的 去到呢 是蔣介石時代 國民政府年代 那個呢 就叫做什麼呢 那個呢 就是一個 最高法院 原來呢 去到今天 二零零 即是 去到二十世紀 判案的時候 都引用回 這兩個年代的一些 對新界傳統 不是 是中國傳統習俗的一些解釋 其中一個最大的解釋 是 是 民國時候的解釋 是影響了他的判決的 是什麼呢 就是 那些人 就算怎樣也好 都要是 所有的 防 和 族的兄弟 要 統一 同意才行 英文叫做 as a whole 要全部同意才行 那這個呢 如果你再說回來 就很特別了 為什麼呢 原來 民國時候 法院的解釋 是影響到今天 特區政府 對某些事情的解釋 是不是 好了 所以你看到 那個特殊性就在這裏 好了 當然 這件事未了解的 所以我就不可以說哪條村 是吧 因為他們還在爭持著 為什麼呢 因為 法庭判案之後 有人不滿意 於是 提出這個 就是 民事的覆核 那些這樣 搞得很大 好了 私理 但如果我們講私理 去怎樣選出來呢 其實私理選出來 是很簡單的 你的房間裡面 有一個人走出來 就跟現在元朗 民政事務處說 喂 我繼任一個私理 通常呢 私理的名額有定的 那好了 那個人過世了 於是就找一個人出來 於是他就說 他就跳過槍通告出來 說 沒有人做私理 有沒有人反對呀 沒有人呢 他就做了 但是不要小看私理這個角色 因為 他是可以 就是 找一個人出來 去負責 去做 統籌賠償的事情 就是 單一行而已 政府 跟你說 收地 那你就 你那個私理 去 找任一個人 那個人就全權 代表個堂 去跟政府 談的了 是不是很權力很大 是不是 現在說的是 就是 抑鬱腺 不是抑鬱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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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就是 新界土地 和新界那個村組織的特殊性 好了 祖 祖 除了是賣地之外 通常做了一件事 就是祭祀 是不是 不是抽祭 為什麼要祭祀呢 因為原來祭祀呢 的延續性呢 是符合法例裡面所說的 中國傳統習俗 因為原來中國傳統習俗這件事呢 你要存在 必定要做一個儀式 這件事是行久性的 還有呢 是世世代代都要做的 那當然呢 有個意義就是神中追遠 這些大家都知道了 但也有實際意義就是什麼呢 他要維持這個傳統 然後才能怎樣呢 去鞏固他在那個地方的地位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在這個村裡面去看 今天新界問題 為什麼是這麼 相對來說是複雜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 咦 為什麼在這個東北發展計劃裡面 有這麼大的衝突呢 嚴格來說 那個地方上水啊 還有呢 這個呢 古洞這帶呢 如果看了地圖來講呢 其實不算是東北的 是不是 因為它正正好是什麼呢 在中間 是吧 當年英國人整條 九港鐵路 就是剛剛拿到中間位 就是那個握握位 就可以呢 是過關 所以呢 上水鄉那個的 就是那個情況呢 我們這裡不評論了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呢 在這個新界西的 鄉村組織來講呢 其實它面臨的東西 其實它是很複雜的 不是說呢 即不是大家想像中 是這麼簡單的 那尤其是 我們所講的 新界的 就是 新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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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 但是也有實質的意義 好了 時間關係呢 大會呢 給我那個時間呢 是去到呢 四點鐘 那我們呢 就講到這裡 就給一點點時間 跟大家呢 交流一下 是 可以再解釋清楚 祖和堂之間 祖和堂呢 祖 就是 過世的 就是那個人 主事者 如果在他在世的時候 如果在他在世的時候 已經安排好 這個 他的祖先那個 那個 那個土地資源 是怎樣去分配的 那這個呢 就是堂了 基本上呢 堂的東西呢 是有三個功能的 其中一個功能是 教育做教育 一個功能呢 是做這個呢 是 崇拜 就是祭節 第一個功能呢 就是維持這個 是 宗族的 宗慈的一個 的營運 所以其實呢 在世的就是堂 在世處理了的就是堂 過了一世的 他子孫幫他做的 幫他處理的就是祖 其實在現階段來說 作為祖和堂都沒有分別的 現階段來說呢 是一個學術的認知 祖和堂呢 基本上呢 是同一件東西來的 都是管理祖先的一個 什麼呢 管理祖先土地的一個機構 一個單位是法 那如果他是在在世的時候 開始受害 但是他離了世後 之後 後人開完 做這個事的話 會不會呢 其實基本上呢 都是以堂先的 因為他後世 就是他子孫幫他做的嘛 那件事 在他時候已經是開始做的了 是不是 那不如大家很熟悉的 光如堂 這個就是在在世的時候 處理了的 那這個呢 在認知上面 祖和堂 基本上呢 是同一個單位的東西 不過如果我們再仔細去分的時候 祖和堂就有這個區別 那這個區別不是我分的 是法官分的 所以呢 大家有機會呢 可以看一下法官 即是法庭所做的判前 那他說賣了地之後的錢 就給了一個堂 是 那那些錢 拿出來用 那些錢 他們怎樣去享用呢 是 沒錯 問得好 原來這樣的 原來呢 第一 不可以分祖先的地 因為一分一下 那個堂就沒有了錢 對不對 而且 不能夠一個人劃分 是一定要怎樣呢 是整體劃分 好了 那麼呢 分錢的分什麼呢 分錢就是分那個的盈利 即是說固有的 譬如說祖 有很多祖先地 會租出去給人的 收一些租回來 就分那些了 怎樣分呢 這樣就每一個祖堂自己去決定了 是的 沒錯 但是呢 到底是什麼呢 如果呢 以今天那個做法來講呢 當然有很多特殊性的 但是如果在這個官方的看法來講呢 一是兩個方向 一個是Family自己家族 另一個呢 就是大家 即是 相關的子弟 大家開大會決定 他很強調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是一個Consensus 是一個同意 同意這樣分的 就是這樣分的 好了 時間關係呢 我們到這裡為止了 多謝大家 啊